本期内容 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 一步就跨出了医院 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一群让亲人烦恼的患者 我妈当时也说了 不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符合出院标准 却仍滞留医院 问题究竟在哪 患者的愿望又能否实现 精神病院的秘密 律师来了 即将播出 前不久 我们节目组就到了一个 特别的求助信息 说特别 因为这个信的发送地点 是一家精神病医院 而发送人 是这个医院的副院长 求助的内容 也是我们之前从未接触过的 他说现在他们医院 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而这个麻烦的产生 和医院里面的一群 特别的人有关系 这群人不仅自己 深陷在迷途当中 还要医院 对处处理他们的问题上 显得非常的束手无策 进退两难 那这群人到底是谁 他们怎么会给精神病院 去添麻烦呢 我们来看一看 亲爱的妈妈 你知道我多么想念您吗 每当病友的母亲来看望他们 我都不由心生羡慕 躲到一旁偷偷落泪 您不知道我在这里过得多委屈 别的病号 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 随时都可以进来攀谈 46岁的李莉来自山东省济南市 要不是院长介绍 我们根本想不到 她会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因为李莉的言行举止 看上去跟正常人毫无差别 然而她却在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里 待了五年 最渴望的事情就是出院 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非常渴望 极其渴望 让我付出一切都行 经过将近四年的治疗 2018年精神卫生中心组织专家会诊 为李莉的精神状态 做出一个新的评估 而这个评估结果 让李莉的心愿有了达成的希望 从病情稳定 还有自治理恢复 还有受益功能方面 李莉现在没有明显的 精神病情症状 情绪稳定 对自己的疾病有一定的认识能力 在医院的生活判断下 李莉莉达到了出院的标准 既然达到了出院的标准 患者也渴望出院 那为何如今的李莉 却还滞留在医院呢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的监护人 也就是我的母亲 不同意见我出院 不仅如此 她也不来看望我 有接近两年多 没有见过她了 自己已经达到了出院标准 却只能日复一日地待在医院 李莉想不明白 母亲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冷漠 竟对自己置若稳 未来的境遇 对于李莉而言 也毫无悬念 她形容自己 就像是被宣判了无期徒刑 永远也翻越不了那道冰冷的铁门 然而在这家医院 有着类似遭遇的患者 却不止李莉一人 有人送无人接的现状 直接导致一些 已经具备出院标准的患者 仍然滞留其中 六十三岁的刘健 十八年前因为发病后和同事打架 被单位送入医院进行治疗 20000年7月 然后当时咱诊断就是一个经济肺带症 然后诊断比较明确 经过治疗之后 患者的这种直言直语 言语行为 就是控制得非常理想 然后全部的经济重症都消除 当时咱医院给患者评估 然后评估的结果达到一个出院标准 然而2013年10月 刘健的单位破产 亲人也失去联系 病情有所好转 也只能完全由医院招管 可是即便是已经被亲人放弃的刘健 却从未间断过对亲人的思念 那亲人都有谁 就是我儿子 您的孩子还看过您吗 没有 他看过 咋我住院 我的身影和在上车边 都都没去看 下孩子吗 我想 我想孩子就想 其实经验病人经过治疗 然后病情控制住 达到出院的标准以后 最好还是能够回到家里 能够回归到社会上 这样能更留意他们的康复 可是如何让这些 已经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 回到家中 得到家人的呵护和关爱 却成为了医院最头疼的事 也是他们难以解决的大麻烦 一个就是说 传被周转率 传被周转率是比较低的 然后就是有一些 新发病的病人 或者需要紧急住院的病人 就没有床位 收不进来 这样就会造成一些 该住院的病人 就待在社会上 这样去增加了一些 不稳定的一些因素 作为院方呢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 这么一个合理合适的方法 使这些能达到出院标准的 这个患者呢 能够尽快地回归家庭 回家看起来这么的简单 这么的平常 但是很多病人 他们就成立一个难以实现的奢望 他们想回家 却始终不能回家 那么到底这个僵局 该如何去打破 今天我们的院长杨红梅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寻求一个合理又合法的解决之道 法为绳末 助为初心 律师来了 现在开场 有请求助人杨红梅 我叫杨红梅 来自山东济南 我来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帮我的患者 寻找出院的方法 我承诺 对本人在节目中的行为 和陈叔的真实性负责 小院长你好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主持人 你看 你的律师来了 我是陈红梅律师 从业二十五年 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我是律师 我来了 我是白飞云 我们的使命是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是律师 我来了 我是马进 自立于医疗机构 法律事务处理 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是我的追求 我是律师 我来了 本期节目邀请了三位律师 为求助人提供公益的法律咨询 现场还设置了 助力联盟为求助人出谋划策 本期助力联盟观察员有 刘骏 马宁 程丽庚 人际律师有 邓立强 张灵霄 附金彪 老院长 先说一下咱们的规则 因为我们是一档 法律公益服务的节目 提供一些公益的法律服务 但咱们这个医院 我知道咱们是有法律顾问的 也是有经费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不提供公益的代理了 我们给您一个 法律的紧囊和建议 您看行不行 好的 您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 医院目前最大的麻烦 就是有一部分 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 由于各种原因 不能出院 长期住在医院里 造成医院的床位紧张 有一部分需要住院的病人 反而住不进来 这我还真是第一回听说 这种情况在前几年 是比较普遍的 近几年随着国家 一些政策的变化 其实这种现象是减少的 但是还是存在的 能不能说一说 就是您见过的 一般要出院 但是没能出院 在医院里面 待了最久的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目前在我们医院 待到最久的 大约有快19年了 她是现在还在医院里面 现在还在医院 是一个姓刘的患者 她当初是 为什么会入院的 她是在00年的时候 因为病情发作 当时是怀疑 同事害她 和同事吵架 有单位的人 送到医院来的 从那以后 就一直在医院住着 一直住着 对 那现在她再出去的话 是不是得单位同意才可以 她单位在好多年之前 就解体了 现在单位人也没有了 没有人管她了 是这个意思吗 是 在单位解体的时候 单位的留守人员 就把她的户口本 身份照 还有工资卡 就交到医院了 现在是有医院代管 那她没有家人吗 她是结过婚的 但是后来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 对 已经离婚了 她有一个孩子 您没有尝试 和她的孩子去联系一下吗 后来也是经过 多方打听 我们就打听到 她儿子实际上 在外省的一家单位工作 并且留下她那个 工作单位的电话 我们打过很多很多遍 只要打通过一次 还是由我们的 法律顾问打通的 但是她只料了一句话 就是说 有什么事你找我妈妈吧 然后电话就挂掉了 后来我们就是 找到她前妻的电话 打通了前妻 就说我管不着 然后就 这个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其实像刘某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医院的法律顾问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多次到排除所 去委会 然后去获取各种信息 但是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那我们看一下 这位刘某的儿子 她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看看记者 跟她的沟通情况 您父亲达到了出院标准 但是现在没有亲人 接她出院 跟我妈自己联系就行了 我都不管这事 您母亲 但是已经跟她离婚了呀 不是啊 离婚了 然后呢 离婚了就可以找我了 那她有没有进到一个 做父亲义务呢 有没有去 那我长大呢 抚养费什么都没戳啊 那她凭什么 我到那个老师 我来弄呢 然后我小时候记得很清楚 就是她 到我们山东的嘛 往河边 她想把我淹死 不想要我 那我为什么长大了以后 我要要她呢 我不那个 不参与 这种东西的话 我妈当时也说了 这个不管 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能听到这位先生 他语气里面的那种 好像很深的一些心结 作为一个儿子 他这样的一番表态 在法律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某的儿子 作为子女 他对父母的这种赡养义务 是法定义务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并不以父母 就是完全进到 这个抚养义务为前提 然后呢 她还提到 让去找她的母亲 这个也是不合适的 因为夫妻之间的 这种相互的抚养义务呢 是以夫妻关系的 这种建立程序为前提的 那么他们已经离婚了 夫妻之间是没有这种义务的 所以说儿子应该去赡养父亲 但是他现在不赡养 这种情况 在法律上有一个词 叫遗弃 这个儿子行为 构成所谓的遗弃的情况了吗 法律上关于遗弃 是指家庭成员 有抚养的义务 而拒绝抚养 属于一种遗弃的行为 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世界里 患者达到了出院条件 却拒绝接他出来 而且拒绝抚养 那他实质就是遗弃 但是刑法规定的遗弃 要求要达到情节恶劣的一个程度 比如说因为遗弃行为导致了被害人 重伤 死亡 流离失所 沿街乞讨 这样一些恶劣的情形 那才能构成 也就是说情节是否恶劣 是是否构成遗弃罪的条件 就是遗弃行为和遗弃罪 是两个概念 是两回事 是的 这个儿子不接父亲出院 他爸爸就出不了院了是吗 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如果这个儿子拒绝接他出院的话 我们认为可以和这个老人 原来所在的社区居委会 或者是村委会 或者是民政部门来联系 寻求这些基层组织 来提供一定的帮助 是否能够接他出院 我没找过 但是居委会认为 他有监护人 他有收入 他不符合商务人员的标准 居委会他们也很无奈 因为你也不构成一些 所谓我们帮扶的要求和标准 他们也不好管 精神病人出院的 在业内有一个约定俗称的规则 叫做谁送谁接 就是你谁送来的 你谁接走 因为出院的时候 你有监护人呢 如果监护人不来接 不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 说精神病人有没有监护人 有 但是他不履行他的监护责任 就变成了一个隐形的监护人 我国精神卫生法第45条 明确规定 精神病患者出院 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 监护人应当办理出院手续 这是监护人的一个法定义务 我觉得因为 求助的这个杨院长一直在强调说 想进的进不来 想出的出不去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不能说因为谁送来就必须得谁接走 因为没人接我就不能送 我个人认为 即使治好了时间长 我觉得也会抑郁 这就会影响我们做医院的初衷 我想问杨院长一个问题 就是刘某她的入院方式是怎样的 是自愿入院呢 还是非自愿入院呢 她当时应该是非自愿住院的 在现有的法治条件下 也就是说精神卫生法 它是明确规定了 如果说是属于自愿入院的话 那么患者本人 他就是可以要求随时出院的 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后一种情况 就是说它是属于非自愿入院的情况 那精神卫生法呢 也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呢这块规定呢 我们医院就是一个通知的权利 但是我们通知的对象 不仅仅有监护人 如果我们经过了诊断评估 然后患者达到了出院条件 那么通知的对象 还规定了有一个患者本人 就说我通知患者 让患者来吧 刘某在医院生活了19年 虽然患者在医院会有一些康复活动 可以打电话 可以上网 但是他很难再融入社会 这也成为了院方最大的顾虑 就刚才说的这个刘某 实际上目前来说 他是没有能力为自己办理出院的 他已经脱离社会太久了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 我们也不会说让他自己出去 所以是还能找一个妥善的 一个能够收容他的地方 家庭也好 还是社会也好 现在是苦于找不到 我听了这么多 大家的分享 听了这么多 其实我也挺感慨的 我也是非常理解医院的这种顾虑 你想有些患者刚才提到了 19年在医院里面 19年大家想想 19年以前什么时候 2000年那个时候 我们的社会的行为方式 交流方式 生活方式 生存方式 和我们现在有特别大的这种区别 那患者如果在生理上 暂时是健全的 但是在社会上 不能适应这个社会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法律的 需要社会的 需要医疗的 需要情感的 我也特别希望 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 有所推进 有所解决 好的 谢谢多老师 我觉得刚才我们所叙述的 这类的事件过程当中 只有医院 是一级组织 只有医院的 责任主体明确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倒想说 医院其实还在近着 他们本来没有的 社会责任和义务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首先要为医院点赞 我觉得我们仅仅靠 今天的呼吁 不解决实际的问题 实际的问题是要在 制度层面 法律层面上 明确出相应的 责任主体 没有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的时候 他要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没错 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 把责任全退到 我们的医院身上 其实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咱们济南市 精神卫生中心 遇到的这种情况 在全国的一些 精神病院里面 也都是存在的 有一定数量的患者 滞留在医院 尤其是监护人 不接的这个原因 包括其实一定程度上 还有社区不接纳 因为我就有很多 很好的病人 他们恢复的 跟我们正常人 是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社会 应该要对精神疾病 和精神障碍患者 有更多的这种 接纳和包容 能够去理解 我知道您的难处 是不是您会担心 这个情况 比如说把这个病人 放走之后 就刚出门 立马他就惹事了 完了人家就来找了 有这种顾虑 因为在病人出现之前 医院会做评估 但是评估呢 只需根据病人 近一段时间的情况 做一个倾向性的 一个判断 这个评估 大概是怎么样的 一个操作 首先要评估 它的危险程度 尤其是对 非自愿住院的患者 但它还有没有 这种危害社会的 危害他人的这种风险 另外呢 最好是 它对自己的疾病 能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要明显地进行症状 是不是基本上消除了 它的情绪 是不是稳定 如果达到 这样的标准的话 其实这个人 就可以出院了 然后回家 继续服药治疗 但是谁也不好说 我前一秒钟 被人出院了 他在路上 会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会不会 发生一些意外 我替院长再问一下 假如我把这个 病人送走了 家属就着不接 在他自个儿办理 手续他走了 在路上出了事 医院会需要 承担这个责任吗 如果要分析 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这个患者和医院 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从法律上讲 这个患者入院和医院 建立的是一种 法律服务合同关系 那么当他达到出院标准 能够出院 双方解除了 这个法律服务合同 患者出院以后 发生的一系列 比如说自身的伤害 或者对他人的伤害 这些行为 是不应当 由医院来负责的 但是在现实中 往往说 这个患者刚走出门 就发生了自己伤害的行为 或者对他人造成了寻伤 你医院是有责任的 我认为这是 对医院一个比较苛刻的 这种义务 是的 你们都觉得 得是医院负责到底 是这一种 对 社会上一般都说 精神病人 你能让他随便来 随便走吗 他说这要出事 谁负责呀 我来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医院想得太多 第一 我们在座的都非常清楚 精神卫生医疗资源的 匮乏短缺 所以希望我们 每一个精神卫生中心 它的医疗资源 都能被充分利用 但是当一个该出院 你又不敢给他放出院 你想那么多 那这个医疗资源 实际上是被浪费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话 其实也觉得挺委屈的 其实医院并不想 管这么多的事情 医院就是一个 看病救人的地方 但是可能更多地考虑到 是医者人心的 这个情况 由于患者长期住院 很难融入社会 加上亲人始终不接 医院又希望帮助患者回家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真的让患者自己出院 会带来未知的隐患 甚至不利于患者康复 听完之后感觉 我们的医院真的是不好做 有没有过遇到一些 这个病人在医院里面 一直没有出去 产生了一些让您看着 也挺遗憾 挺难过的故事 可能有一个小伙子 就是突发蓝味炎 在家里打电话 就是不来 是下午病人发作的蓝味炎 我们把他送到综合医院以后 最后实在等不到家属 然后是我们医院签字 还有综合医院的人也签字 然后就给做了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就赶到这个病人的家里去 一看他妈妈他姐都在家呢 说你接到通知了吗 说接到了 你为什么不来 说在医院里 你们还能不管吗 说我没事管 但是有的时候是需要 你家属去签字的 我们把他家属也接过来了 但是到了手术第二天的晚上 那个他就因为 感性抚抹眼 然后就去世了 其实本来是一个小病 不会那么严重的 因为没有人去签这个字 是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是很无奈 很无奈 对 所以你看现在 我们就遇到了一个 跟签字有关的无奈的事情 这个刘某要出院 但是儿子不来不签字 我们就不敢放他出院 这么积极地想 找到他的家人 给他办出院 就是说他也非常想 和家人团聚 医院也考虑 他年纪大了 然后其他的一些躯体疾病 可能也就慢慢来了 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找不上家人 谁去给他看病 需要做手术 谁给他签字 万一那一天 那个病人突然出点 脑衣血之类 突然就没了 后事谁给他处理 所以说 我就就想到这么多 所以才就是积极地 就是想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掉 我看院长现在眼眶有点湿润了 医者人性啊 给院长点掌声吧 院长辛苦了 真的是 我特别理解这样的一种 纠结的心情 是 但其实我知道 医院的顾虑啊 并不是一两句话都会消除的 至少在这个舞台上 在法律上 能否帮我们去择清一些关系 给出一些有效的法律的建议 要解决刘某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应该从道德层面上 唤起他的亲人的良知 那么即使你的父亲在你的小的时候 没有完美地进到抚养义务 但是当你的父亲老了 当他需要从精神病院出来 回归社会的时候 你还是应该来接你的父亲 走出这个医院 其次呢 我认为 还是应该依靠法律 我们医院可以借助律师 向刘某的儿子 首先来发送律师函 来向他讲明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如果仍然不为所动的话 那么律师可以代理刘某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他的儿子来尽 赡养和保护的义务 我不知道杨院长 你们医院有没有 医务社工这个岗位 目前没有 那么我希望贵院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成立这个医务社工这个岗位 然后由医务社工和社区社工 做好一个链接 还有就是关于刘某 和他这个儿子之间 因为我觉得 因为之前有那么多的情节在 如果让刘某的儿子 去照顾他的父亲 可能是困难确实是很大 那么也可以通过 法院起诉的方式 由法院来判决 他的儿子支付一定的赡养费用 因为刘某他的年龄 已经很大了 以这个年龄来说的话 他下一步应该需要 入住养老院了 那么他儿子支付的 这个赡养费 也可以作为他 入住养老院的一个 费用的一个来源 这是我的看法 陷入困惑的医院 一定要出事谁负责呀 近乎绝望的患者 通过各种方式 达到出院的一些目的 回家之路 为何阻碍重重 他母亲就是不接他 院方的困惑 能否解开 患者的愿望 又能否实现 精神病院的秘密 律师来了 正在播出 其实这不光是一个辛苦的工作 还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工作 是吗 是 精神科的医护人员 应该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就是说 谁要说在精神科 干过几年以上的 说没有受过伤的 不挨过打 卖个妈的 应该是没有 其实你像刘某这样的 就是说 他虽然有出院的愿望 但是他不会采取一些 过激的行为 但是还有一些病人 他就不等 他不等 他就在那里开始 通过各种方式 达到出院的一些目的 都有哪些方式呢 比方说 给外媒哥往外地址条 借病人家属的电话 往外打求助电话 还有的 自己委托律师 把医院给告了 说医院不让他出院 自己还会委托律师呢 对 还有就是出逃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就有一个病人 在工作人员开门的时候 就冲出来了 冲来下路梯的时候 正好被一个护士长 给看到了 然后护士长就抓住他 抓住他 拖着护士长往下走 拖着就往下跑 然后护士长骨折了 这应该是护士长 第二次骨折了 还有的病人就是说 其实他很聪明的 还有一个病人就是说 他为了达到出院的目的 他在策划 我怎么才能出去 所以说他就策划一个什么呢 那个暖气片上 有一个那个跑气阀 那个时候是没有暖气的时候 他把它拧下来 以后他吞下去了 他说我吞下去 你肯定要带我去做检查 要拍片 就第二天就带他拍片 拍片的时候他就跑 他就跑了 两个男护士 把他追到墙根下以后 他就翻墙上去了 男护士不敢往下拽他 他就翻出去了 翻出去一会儿就腿骨折 最后医院赔了不少的一笔钱 不过我刚才一听 感觉好像我们挺多患者 他们的这个思维 其实还挺有逻辑性的 是 其实有很多的患者 在不涉及到他那个 精神病性症状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知道 他是个精神病人 你比方说 现在就在我们医院 有一个住院的叫李某 当时是他母亲 把他送入院的 当时应该是一个 非资源住院 经过诊断以后 他应该是一个 癫痫所知精神障碍 他住院多久了 他是14年的 10月份入院的 应该5年 5年了 他现在达到 出院的标准了吗 他起码近一年 是比较稳定了 近一年的话 应该是能够达到 一个出院的状态了 他想出院 他想出院 他想出院的愿望 特别特别地强烈 他比其他的 任何一个人都强烈 为什么还没出院呢 因为他母亲 就是不接他 哪怕到医院来 给他交住院费 一直不接病来 听听这位李某的母亲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来看一下 律师的调查视频 主持人好 我是济南律师刘京 我们得知 李某十分想出院 而且已经达到了 出院标准 但是李某的母亲 却一直没有来接他 接下来我们给 李某的母亲打一个电话 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我们就是想主要了解一下 您不接他出院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这个病已经十几年了 反反处复 你不能理解一个精神病人 对一个家庭 回面上的打击 你什么样的 因为他每一次犯病 他要砸烂家里的东西 端坏家里的败产 伤害群零 甚至自己要跳楼等等 都七十个岁了 我遭遇着一场一场 这两个事 我都不行了 我真弄不了了 哪有那么大精神 就给他收拾着 行 通过刚才的电话沟通 我们了解到 李某的母亲 不想接李某出院 原因是 李某母亲年事较高 已经七十多岁 没有很好的精力与体力 照顾李某出院之后的康复 第二点是 李某母亲担心 李某出院之后 加重她的病情 导致病情再次复发 随后我们又表示了 想要与李某母亲 见面交流 但是被她违远地拒绝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了解到的内容 谢谢主持人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李某的母亲 的确是也是有苦难言 想请教杨院长一个问题 她是不是 在她逐渐变亲的过程中 可以由非自主入院 转为自主入院的 她经过治疗以后 如果病人 不需要在非自院住院 经过评估以后 她就可以转为自院住院 不用办理出院手续 如果她根据她病情的 恢复的情况 她可以转为自主入院 那根据咱们刚才说的 精神卫生法的规定 那她就可以自主办理出院了 这一条路应该就走顺了 还有一个事情 这个李某在入院之后不久 她曾经做过一个司法鉴定 最后法院宣告 她是一个建制 临时行为能力人 她母亲是反复交代 除了我谁也不能接她 所以作为医院来说 也特别地为难 因为她有这一个判定 所以医院也拿不准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她这个法院 法院这个宣告 她有没有时效性 所以说她宣告 多长时间可以自动生效 或者是必须经过法院 又再判决 就像一个保质器一样的感觉 对 这个程序一旦认定了呢 那你就得通过法院 法律的程序来进行一个解除 不是说认定一年 她就自动恢复 所以医院是没有办法去改变 或撤销这个司法鉴定的宣告的 我们医院其实是可以作为 利害关系人来提起这个法律程序 申请法院重新认定它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程序就可以走顺了 医院是可以有资格提起这个认定的 但是我的想法是 我们可以不拘泥于这一个思路 我们一定要撤销吗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有的能力都不被法律承认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就本案来讲 李某的诉求是想出院 而出院对于他来说 既符合志愿的原则 也是有利的 那么在法律上就应当认可 这种他对这件事的行为能力 我觉得这个案例也是在强调 就是还是患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他出不了院 他的自由 我觉得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另外还有一点 我觉得是隐身的 就是他出不了院 他的财产 是不是会被他人受到侵害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我们以往的案例当中 就因为他出不了院 他的财产有可能就被变卖 就一些的公司股权被处分 确实有这个情况出现是吗 在这个病人身上 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 怎么说 病人自己说 他的股票 名下的股票 还有房子被他母亲卖掉了 所以他在康复科上网的时候 发现他的股票卖掉了一部分 并且说卖的还很便宜 所以他就特别着急 更想出院 李某住院期间房产被卖 为了核实情况 节目组的调查律师 特意去了一趟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我现在在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今天我们来调查李某的房屋 有无出售交易的情况 根据我们今天的调查显示 在2017年1月份 也就是李某仍然在住院治疗期间 其名下的房屋有过出售交易的记录 而且此次交易的代理人是李某的母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李某在治疗期间 其房屋被交易的消息是真实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调查情况 谢谢主持人 好的 谢谢刘律师的调查 一个患者在精神病医院里面治疗 他的财产被他的监护人变卖了 这种情况是合法的吗 我们国家设定监护人制度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 那么李某母亲变卖她名下的房产 股票 除非是为了李某的利益 都是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的 要判断一是主观意图 再一个这个钱怎么用 用给谁了 好 那我们来听一段我们的编导 对李某母亲的采访录音 原来他买摊的 最早他精神就不正常 那时候就我快六十岁了 还换房子 原来最早是住了个小六楼 换房子 我说你换房子不得换 第一边你家有老人 不行 买了个房子还是个六楼 你想想 爬冰车那么样 我得天天处理事 楼上楼下我这么跑 我还得买吃的倒垃圾往下提楼 买东西往上提楼 爬六楼我还能爬那么 他就得在警察住 警察六楼我还住不了 他没办法就得卖了坏孩子 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是吧 老人家的这个态度啊 说得很真诚 很明确 因为年纪大了 踏楼不方便 换一个低层的住房 这个虽然我们从人情的角度来说可以理解 毕竟林某母亲七十多岁了 但是严格从法律角度来说 这不应该是被允许的 我们不仅是精神障碍患者 他住院时间长了 亲情会淡 包括一些其他躯体性疾病的患者 我们也都见过 一出了事以后 家里就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把他留置在医院 越留置他自己的生活越轻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他就会采取向着自己有利的方向 当然这件事情呢 我们说仅仅用道德去呼唤还是不够的 患者滞留在医院的现象 如今不仅成为了院方的烦恼 更是形成了社会问题 究竟该如何妥善地解决 成为了专家们研究的焦点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医院应该怎样 应该勇敢 应该更学会利用法律等等 但是我突然在想 是不是我们的法律背后给予的支持还不够 我们来听一听 中国卫生法学会的副会长 郑雪茜的一段采访视频 大家都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 他需要他的监护人来帮助他 因为他属于限制行为能力 或者是无行为能力的人 那么监护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他也要及时送他到医院去看病 另外要及时接他出院 同时要积极地帮助他继续地康复 我觉得这个法律里 也规定了监护人的职责 但是他对他的惩罚的条款比较弱 只是说他给他造成了财产和伤害的话 可以考虑给予赔偿 但是我觉得现在监护人很多 比如说我不接他出院 比如说我不履行职责 我不去交医药费 或者我不很好地看护他 我不送他去住院治疗 或者他回家以后我不管他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强调一个 法律将来对监护人的职责 应该更加明确更加强调 而不是说你想送就送 你不想送不送 完了我也可以不管 咱们说了你现在欠钱 都可以对老赖采取措施 纳入不诚信指标 那我觉得医疗也一样 一个是除了行政处罚 还可以考虑给你纳入 这个失信的名单 那对你也采取一些 不诚信的时候 那也对你采取一些措施 我觉得这样来帮助他自我 要让每个人自我的约束 自我的来履行法律 是吧 要有一定的诚信 好 可能法律还有一些空间 需要我们继续去不断地去完善 我想就这个问题问一下 我们的马主任 您怎么看待现在我们国家的 这个精神卫生法 我觉得咱们精神卫生法 需要去改进的一个地方 就现在我们的法只有 非自愿入院 没有非自愿的社区治疗 那么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有 我觉得我们国家 在下一步的精神卫生法 这样的修订 或者改进方面 应该要去考虑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业内 现在一直在推的一件事情 希望能够出台一个 关于社区 非自愿治疗的 这样的一个规定 谢谢马主任 非常详尽的一个分析 也帮我们展望了很多 未来我们的一些发展的方向 的确感到信心也更足了 在李某被法院宣告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后 如果李某现在非常想出院 那么我认为有两条途径 第一 他首先申请变更他的监护人 那么第二个程序 他可以委托律师 向法院申请撤销 宣告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这个判决 这个撤销的提起呢 是他本人 他的利害关系人 包括医疗机构 包括其他的有关组织 是都可以提起和行使的 我们医院作为利害关系人 提起撤销他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这么一个法律程序 向哪提起呢 向原来宣告他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那个法院提起 当然我们在提起之前呢 也可以做一个程序 首先我们是已经评估 诊断过了 他达到了出院的条件 那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 我们可以在诉讼之前呢 委托相关的鉴定机构 然后做一个鉴定 我跟之前的各位的观点 有所不同的是 我认为医院单方的评估 应该是在法律上 是合法有效的 所以说医院评估 认为患者可以出院 我认为就可以给他 开举出院 也不以 必须为李某撤销 他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 判决为必要条件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的部分的民事行为能力 在法律上是得到认可的 我们今天总说 院长特别地不容易 他想了好多 考虑了很多可能原本 并不是医院需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今天 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特别积极有意义的话题 我们在想 二十年前 我们会讨论这样的话题吗 我们要再展望一下 二十年后 这种话题 是不是会不存在了 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 说明这么多年来 我们有很多的精神障碍 的这样的一些患者 得到了治疗 康复 我们才会出现今天 这样的问题 而今天所出现的矛盾 特别是医院的矛盾 又表明了 我们相关的部门 是负责任的 这种矛盾 既是暂时的 又是会推动我们 进一步去解决 这种问题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呢 现在病人出不去 很大一个原因 是因为社区里面接不住 就是比如说刚才 这个李某的母亲 年纪很大了 他没有一个 很好的能力去监护他 那他在社区里面 如果回到家里 可能他就慢慢地 就不吃药 或等等其他原因 所以我们在这个社区 这一块应该有更多的 这种精神康复机构 那么可能包括一些 日渐脱养机构 或者是你委托社会组织 来这个提供这样的服务 然后50%的居家患者 要参与社区康复服务 关于今天这个问题 我们从很多理性的角度 进行了探讨 比方说法律的 比方说社会的 比方说医疗的 但其实我更想 从感性的角度 进行探讨 就是有的时候 改变人的情感 是特别难的 但是正是因为它难 所以一旦改变了 人的情感 解决问题 可能才更彻底 比方说 如果换起了患者家属的情感 那可能第二天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明天就迎接患者回家了 对这个 我觉得我们应该 也会有浓浓的期待 非常感谢各位 专家精彩的分享 确实我们今天 在这方舞台上 我们看到院长来了 专家来了 律师们来了 而我们也更加期待的是 会全社会都能来 都关注我们这个群体 关注我们这个问题 那今天呢 在这个现场 我们不能给您 一个工业的代理 但是我会给您一个 我们智慧的结晶 我们将我们的法律意见 说到一个锦囊信封里面 共同交给我们的这位 杨院长 好不好 来 有请 今天我们有请三位律师 共同走上舞台 有请 院长 有事找我们 我们可以跟你远程 进行一个咨询和解答 好 好吗 行 那我们就一起走上 我们面向未来的维权之路 让我们开启法律之门 好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 律师说法环境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 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和出院问题 我国2013年5月1日 开始实施的精神卫生法 规定了精神障碍患者 住院应当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自愿住院 一种是非自愿住院 而非自愿住院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条件一 就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 已经发生了自伤 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 条件二 就是这类患者 有发生自伤 或者伤害他人行为的危险 才可以非自愿住院 如果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 医院应该尊重患者的意见 对于自愿住院 尤其自主办理出院 对于非自愿入院的 医院应当定期评估患者的病情 认为达到了出院标准 应当通知患者本人和他的监护人 如果患者本人无力办理出院 那么应当尤其监护人为其办理 在不违法的情况下 如果再讲一些情感 可能会更圆满 但是我觉得精神病人 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我觉得它在社会上 其实目前还是社会的接受度 包括病持感还是有的 所以说作为一个精神卫生工作者 如果我们不去讲这些 如果单单纯纯是法 我觉得可能这些精神病人 在社会上他们所受到的这种关爱 可能就更少了